修持法门有二种不同 若障自立 修戒定慧 以气断破正真 了生托死者 名为通途法门 若具真信切愿 持佛名号 以气战破磁力 往生西方主 名为特别法门 这段法语很重要 佛教说有无量法门 又说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印光大师呢 把这无量的法门分成两大例别 所以讲修持法门有二种不同 这两类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明白 修持佛法 很多人这个地方路子不清楚 这个地方路子不清楚啊 所以一步错就步步错 这个地方路子清楚了 你才方向明确 因为一般来讲到佛法修行啊 就认为是含糊龙统 以为佛法嘛都一样 修行啊 界定慧啊 打坐啊 断烦恼啊 那我们看印光大师的说明 说修持法门呢 有二种不同 这条文呢 叫做法门不同之文 那么目的是让我们明白 修持佛法 它不是含糊龙统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哪两种不同呢 我们来看这个文 若障自立 有两种 一个是障自立 就是以障自己的力量 解决自己的生死轮回 这是一种法门 那么如果这样自立应当怎么样呢 在底下就说明了 修戒定慧 以气断破正真 要让自立修持的话 如果走这条道路 那你就要修戒定慧 戒是指戒律 所以五戒 八戒 沙尼戒 彼修戒 菩萨戒 这是戒律 定了 所以四禅八定 慧就是无漏智慧 能够 明心见性 像六祖大师 他就开了智慧了 他还听说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就开悟了 就开智慧了 这个是佛门所特别讲的 不胜不灭 悟得 实相的本体 这个才叫做慧 那么修戒定慧 是不是就能够了生托辞呢 也未必 修戒定慧后面呢 还有六个字 以弃 断 获 正真 弃是到达 修戒定慧 一直要达到 什么程度呢 断 获 正真 断除我们的 获业 获就是 烦恼 迷惑 佛教理说啊 见祸 私祸 无名祸 断除我们的 无名烦恼 叫断祸 断祸呢 正真 正就是 要有正物啊 能够自己 清正是道 所谓真呢 是指 真如离体 你是一个烦恼业障的凡夫 不可能正物的 这个真如离体啊 所以断祸正真 那么就是以戒定慧的修持力量 达到这个目标 你才可以了生托死 这修戒定慧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说我要在这里持戒 衣服穿得好 走路什么都很好 威仪很好 威仪很好 如果没有断货 正真 没有用 禅定坐那里很好 一坐四个小时 八个小时 几天不动 也不管用 要读大乘经典 我智慧很高 很会研究 很会讲 很会明白 这个法相 明相都很明白 也不管用 要达到断祸正真 你没有烦恼了 断土烦恼祸业 正德 真如离体实相 这个了生托死 这个法门呢 叫做通土法门 通土法门就是普通法门 一般都这么修 所以一般人讲到修行啊 讲到佛法 哎呀 持戒啊 修定啊 开智慧啊 那么讲净土法门呢 他也拿这条道路来 这就错了 大家要善于听 我们持戒还是持戒 你有禅定 当然很好 恭喜你 但是呢 路子不这样 你是以能够持戒的身份 能够禅定的身份 能够有开智慧的身份 来念佛的 那么来入念佛了 还是按照下面的特别法门来 不是按照你的戒定会的路子 是按照下面的 看第二条 若具 真性切愿 持佛名号 以其战夺辞力 往生西方者 名为特别法门 你看 这个特别法门呢 他怎么特别 不谈决定会 也不谈断货正真 也不谈了生托死 他谈什么呢 真性切愿 持佛名号 以其战夺辞力 往生西方 通俗法门 战自立 特别法门 战夺力 英光大师呢 特别说明一个 战夺辞力 佛的慈悲力量 为什么叫做战夺辞力啊 因为要断货正真啊 不容易啊 我们在座这么多人 谁能够断货正真啊 断货正真啊 就是阿罗汉 四国阿罗汉 出国阿罗汉都没有 出国阿罗汉呢 他只断一点点 贱货 还有私货很多 断货正真不容易 那么佛呢 怜悯我们 慈悲我们 以大势愿力 说 那我们修行戒定会 修不来 那就要转第二条道路 如果第一条道路哈 所以这里说弱 弱就是如果 或者 这两条道路呢 供你选 你能够修戒定会 达到断货正真 你就可以了生脱死 那如果做不到呢 叫仗佛辞力 仗佛辞力怎么办呢 基本的要件 不是以戒定会 因为你能够修戒定会 不需要仗佛辞力 你能戒定会 断货正真的 自己可以了生脱死了 可以占福力 也可以不占福力 所以这个 战货辞力的法门呢 尤其是为了那些 修持戒定会 没有力量 达不到断货正真的人 那么就要真心情愿 你真的要信尊 阿弥陀佛救助 你确实愿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真心 怯悦 不怀疑 这个真心啊 它不容易达到呢 很多人不知道 说师父你问我 师父 你看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了 他问我 师父你看我是不是真的愿意往生 我说我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往生 你自己才知道 那么也有很多年有啊 他 就是我很相信 我真的信阿弥陀佛 其实没有 底下我会来说明的 他是个观念 他是从 从这种 理路上面 认为说佛弟子 应当相信阿弥陀佛 也认为自己很虔诚 信了阿弥陀佛 其实没有 你都是自己这一套 凡夫很执着 那我们呢 底下再来解释 展开他 我们先这条文化 来知道是两种不同的法 所以真心 切愿 切愿就是你 真的愿意往生西方 解决实际 没有任何大事能挡住你 我确实愿意去往生 持佛名号 前面是修界定会的法门 对修持法门 修是修界定会 持是持佛名号 那么仗佛慈吏 你能够信愿 就是真信切愿 来持佛名号 本身 这个就叫做仗佛慈吏 那么这样呢 往生西方 这个是特别法 好我们总结一下 阴光大师啊 把佛教无量法门 分两大类别 这个信愿念佛是一门 光说我们念佛法门 就散了一个大类了 念佛以外的所有的门 禅宗啊 密宗啊 天才宗 华言宗 戒律宗 大乘法 小乘法 除了念佛法门以外 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呢 归为一类 叫做通途法 唯有念佛这一个法门 算一类 叫做特别法 特别法门 有四个特别 看了这段文呢 就有四个特别 第一个 是障自力和障佛力 特别法门 障佛力 这是最根本的 那么第二个 是戒定慧和佛名号 通途法门是有戒定慧 特别法门持佛名号 第二个特别 不一样 第三个 是断货正真呢 还是真信切愿 通途法门 你就要断货正真 你有烦恼 决定不能了身 扑死的 那么特别法门 不需要 就是有很多烦恼 烦恼多的 头上像长的那个毛球球 到处都是烦恼 从里边都冒出来 在头脑里面装不下了 头上都冒出来 浑身上下都是烦恼 没有关系 烦恼一丝一毫 没有断 也不用断 就可以了身死的 就可以往心西方的 那么这个是特别法门 所以通途法门呢 是断货正真 特别法门是 真信切愿 不管你有没有断货 你只要能够 真信阿弥陀佛 确实愿意去往生 这个就是仗佛次力 这样就可以往心西方 极乐世界 法门这两个字 法门这两个字 我要解释一下 法 法门两个字 谁能解释 我们都知道 佛教有很多法门 法是方法 门呢 门就是一个门禁 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殿 门一关 你禁不来了 那么法门呢 是指用这个方法 可以通过生死 可以呢 进入涅槃 门是出入为义吗 你这个方法 走过这条道路 这个就过成一条门了 那么这个法 是不是一定就有门呢 这个法你能修 它才叫门 这个法如果你修不来 那就没有门 对不对 没有门啊 走不通啊 此路不通啊 界定会是一个法 所以两种法门 界定会啊 是法 界定会这个法 对我们算不算门呢 你能修得过去 对你就是门 你修不过去 对你就不是门 像六祖大师 金刚经对他就是法 同时对他就是门 他一听就开悟了 我们读了一千遍 也没开悟 法还是法 是佛法呀 但是你没有门 所以如果要修界定会的话呢 怎么样才这个门通了呢 要达到断货正真 没有烦恼了 一丝一点点没有了 是圣人们 这个法门就通了 这叫法门 他那么净土法门的法 是什么法呢 就是刚才一进来 我们就念的 还有我们平常所听到的 就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会不会念 请请我喝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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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短 哎呀 大家念得很好 念火很容易啊 那如果我现在让说 大家眼睛闭起来 打坐 开悟 跟你讲这个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讲了多少遍 讲的人坐上面也没有开悟 听的人还是 不是没有开悟 而且越来越迷雾了 哎呀 这个悟很多了 所以我们念佛 你看很简单 那么念佛这个法 这个法 持佛名号 这个法 它是通向哪一个方向的呢 是通向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的 界定会是通向了生托辞的 达到断货阵争了 这个门打通了 那么念阿弥陀佛名号 要通往西方极乐世界 也有标准 你要怎么样才有标准 才能这一条法 这个法才有门呢 就是要真信切愿 你真信切愿了 你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门就通了 那么这个门呢 很容易通 是不是 那么如果要靠那个 断货正真那条门 我们就很难通了 所以这两个法门呢 大家就可以比较了 我们每一个人呢 学了这条门 大家对到一下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选选 你是愿意修通途法门呢 还是愿意修特别法门啊 那么我们都愿意修特别法门 为什么不愿意修通途法门呢 通途法门也是活法啊 说不到 我们我这次来丹峡山就发现啊 丹峡山新增加了一个景点 也在给我们讲述活法 增加了一个丹峡山所到 上山呢 这个特别法门就像坐所 这个所到车一样 通途法门呢 就是自己啊 往上走 带了一大堆行李 哎呀 长了七八十岁 头上顶一头白头发 哎呀 腿上还关节炎 要爬上山来 可不容易了 那么如果这个电所到 免费的让你坐 还有哪一个傻瓜 愿意自己上山 对不对 我肯定愿意坐电缆车 又免费 哎呀多好 但是 你要坐这个电缆车 也有条件 你要真心切愿 哎呀我的妈 这个电缆车上了半天空里面 万一断了怎么办 有的人不敢坐 我第一次就不太敢坐啊 这个电缆车 在黄山上去 那一个电缆车坐多少人呢 它是很大的一个车 能坐四十多个人 这么多人坐上去 万一那个不结实 或者半中间腰停电呢 给你挂在半中间腰 那怎么办 有的人说 哎呀我不敢上去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 他不是 他心里面对这个电缆车怀疑 或者怀疑会停电呢 或者怀疑这个锁道 懒神是不是坚固了 或者怀疑会不会破坏了 那么他就不敢上这个电缆车 他只要真的相信 很坚固 很稳定 万无一失 他很愿意上山 他就可以坐这个电缆车 免费的 那也有的人呢 开出租车的 一路过 在看了 我知道 电缆车很稳当 没问题 决定可以上去 他是相信 但是呢 他不愿意上山 他要开出租车去拉生意 那么他也不能上山 所以要真信切怨 有的人说啊 净土法门 我明白 念佛肯定可以往生 不过我是准备开悟的 我没想去 那么这样就没有怨 所以我们的净土法门呢 特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愿意选修特别法门 说明大家 有智慧 我们世间的人呢 没有智慧 就像在世间占便宜 世间没有便宜给你占 你占多了就要去坐牢 占人的便宜不好 占佛的便宜 大好 特好 阿弥陀佛这个 异形道的法门 方便法 异形殊胜法门 都可以占的 恭喜各位 这第一条文呢 大家听懂了 也过关了 选择了特别法门 大家有智慧 禅宗的祖师大德讲了 千物万物 物物不到 就是一句佛名号 你再怎么开悟 你能误不到这句 南无人佛 我们虽然是老太婆 不会开悟 你只要会念这句佛 底下英国大师都讲 浅通佛制 暗活道妙